汪小飞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出手真不一般 难怪前妻大S心力不平衡 再想想自己辛辛苦苦拉扯两个孩子 拿着理所当然的抚养费 还不被外界看好 当妈真是太难了吧 我们就看汪小飞过生日大张旗鼓 马小梅打扮的花枝招展 真是太耀眼了 一个吊坠五万有余 一个手表高达186万 这真是赤裸裸的富太太 随便一个包包都是几十上百万 大S之前和汪小飞过日子省吃俭用的 还被汪小飞说成 结婚这么久 从来没过过像样的生日 真是让人寒心 汪小飞离婚后 很快就娶马小梅 家里家外对马小梅一致好评 对外称呼两人真心相爱 不需要什么婚前协议 张兰也表非常看好儿媳妇 告诉儿子我们家只看人品最重要 谈婚前协议商态感情 如今的娱乐圈 风云变幻 明星们的生活总是吸引着大众的目光 曾几何时 大S和汪小飞的婚姻被视为娱乐圈的一段佳话 大S凭借智慧与魅力 成功俘获了金城四少之一的王小飞 两人的结合不仅成就了他在内地的知名度 更是在当时掀起了一阵轰动 俗话说 花五百日红 三年前 这段曾被众人羡慕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从那时起 围绕他们的种种纷争便没有停止过 离婚后的大S 数次将王小飞告上法庭 大S似乎不再仅仅是为了钱和利益 背后还有更复杂的情感纠葛 在这个过程中 王小飞的新欢马小梅的出现 更是为这场戏增添了不少新的看点 这一幕 是否让一向自信的大S心声动摇 今年三月 王小飞高调向马小梅求婚 并晒出巨大的钻戒 大S罕见地发声明祝福 但其中几分真心 不得而知 此后 大S的诉讼频率骤增 甚至在520那天提出了二亿服养肺的要求 而王小飞却毫不理会 一周后便和马小梅领证结婚 究竟是什么让大S如此失控 他是否后悔了当初的决定 而如今 覆水难收 他的未来又将如何 回顾大S与王小飞的过往 仿佛一出跌宕起伏的爱情剧 两人的结合曾是娱乐圈的一大话题 婚礼上那一幕幕甜蜜的画面 至今仍在不少人的记忆中鲜活如昨 可是 豪门婚姻并非同化 现实的魔力让这段感情逐渐变得脆弱 离婚后的三年 大S频频将王小飞告上法庭 许多人认为他是在无力取闹 但细细探究 每一次诉讼都似乎有迹可循 今年 更是他频繁出击的一年 春节期间 王小飞带着孩子们去了新加坡 而马小梅的贴心照顾 让他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 大S曾以为孩子是他维系这段关系的纽带 但马小梅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王小飞在今年三月高调求婚 并晒出巨大的钻戒 这一举动让大S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罕见地发声明祝福 但内心的慌乱与不甘也昭然若揭 大S的每一次出招试图挽回歇时嘛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王小飞的心已不再属于他 外界看来 大S不仅仅是在争取财产 他的内心深处还有更多的不甘与失落 他万万没想到 曾经那个对他百依百顺的男人 如今竟然会义无反顾地娶了别人 马小梅犹如一颗定心丸 让王小飞找到了新的方向 他不仅温柔体贴 还在婚后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 这一点更是让王小飞被感欣慰 马小梅并未因婚姻而放弃自我 他去面试医生职位的消息 更是让许多人未知点赞 有网友调侃 王小飞一时间不适应他的独立 但也正是这种独立 让两人的关系更加牢固 大S在这一切面前 只能黯然神伤 他或许没有想到 自己的婚姻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 更没有想到 王小飞会如此坚定地走向 另一个女人的怀抱 他的诉讼如同一场无声的呐喊 试图挽回些时吗 但现实却一次次地击碎了他的幻想 他究竟是在后悔自己的决定 还是在为失去的爱情而痛苦 无论答案如何 这一切都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大S的经历告诉我们 婚姻不仅仅是爱情的延续 更是一场长久的磨合与成长 世间没有永恒的甜蜜 只有共同面对风雨的勇气 他曾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 但现实却给了他狠狠的一击 或许他需要反思的是 自己在这段关系中 是否真的给予了足够的理解与包容 爱情不是一场独角戏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才能走得更远 在这个变化多端的大千世界 唯有不断成长 才能应对一切挑战 大S的故事 或许是一个警示 也是一种激励 愿他能从中汲取力量 重新出发 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 愿他能在未来的日子里 活出真正的自己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接下来说 大S家的保姆 给月儿做的菜看着好高级 包的汤似乎很好喝 杨阿姨跟着汪小飞一家人 在日本旅游后返回台北 如今她在台北照顾月儿 和领儿的生活起居 她感谢汪总 感谢遇到了一个这么好的老板 同时她晒出自己在台北家中 给月儿做的饭菜 但引起了大家的热闹讨论 有吐槽杨阿姨做的菜 没有一点油水的 杨阿姨特别会煲汤 上面是做的鞍唇蛋炖香豆腐 看着特别有食欲望 孩子们应该吃得特别开心 可网友们的评论是太清淡了吧 是不是台北的多数保姆 都是这样子做饭菜的呀 萝卜汤 里面放着排骨应该比较营养了吧 但网友评论是清汤寡水的 月儿和领儿能吃的习惯吗 还有玉米嫩排汤 里面还放着红枣 还有香茹 应该算是非常营养的了 大家吐槽归吐槽 但杨阿姨这么多的菜式 很厉害啦 大家别不服 懂得做饭菜的 做过饭菜的 就知道杨阿姨这简单的几个菜式 是有水平的 人家做保姆能获得老板王小飞的认可 获得兰姐认可 说明她是做得真好 网友 怎么可以把羊肉汤做得如此清淡啊 上面包出来的鸡汤 看着是没有石焖油水 但里面放了不少的药膳 汤肯定是好喝的 营养也肯定是少不了 杨阿姨做的饭菜 有两方地方的风格 与内地湖南四川的区的重辣重有不同 所以她做的饭菜引起大家吐槽也是应该的 该说不说 杨阿姨是一个勤劳的好保姆 厨房里面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汤也包得特别好 大S有福气 一双儿女能被这么好的保姆阿姨照顾着 她的生活才会变得如此的惬意自由 何惧俊叶牵手逛公园 不用辅导孩子的作业 杨阿姨管着两个孩子 替大S省了不少事 杨阿姨做的饭菜 对孩子们的照顾 孩子们也是看在眼里 前不久日本旅游 月儿给阿姨拍照 阿姨和孩子们的关系特别好 汪小飞和蓝姐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给阿姨订的回程机票都是头等仓位置 特别好 汪小飞和张蓝 小梅带孩子到日本旅游 杨阿姨跟着他们前往 在饭席间杨阿姨还不忘记照顾月儿和领儿 孩子父母分开 一个忙事业一个有自己的家庭 但两个孩子并没有被冷落 反而杨阿姨在中间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这样子的保姆 就像亲人一样 杨阿姨说在汪小飞家做保姆已经有16年了 这一路走来 月儿的成长杨阿姨是功不可没 这也才有了他们一家人在日本旅游的合影全家福 阿姨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她负责两个孩子的日常 放张蓝和汪小飞审心不少 有网友留言称妈妈大S的付出没有杨阿姨的多 但其实不然 大S可能在带孩子方面的理念与汪小飞不一样 更何况有阿姨照顾 所以她可能会放任一些 此前令儿被转学 汪小飞说不是退学 是孙儿的作业没有跟上没人管 所以被迫转学校 可能大S在教育孩子方面有争议 但毕竟是孩子的妈妈 不至于不管孩子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